左瞧瞧右看看已经很疗愈的多肉植物 不用多设计就已经让人爱不释手了 虽然每个人的材料是一样的 但学员还是希望有自己的风格 跟植物相处就是完全没有压力 然后就是很放松 然后在家里看着这个植物在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收获 然后从种子然后到了发芽 然后到了它的绽放 整个感觉你会感觉到说 它是多么的美好 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受 精神上的良识 虽然是周日 云林虎伟直讯中心教室依然挤满了人 多肉植栽设计课程 请来拥有35年花艺教学经验的 赖历会担任讲师 除了课程让人忘忧之外 最重要的是全程免费 对你生活不一样的乐趣 对对对 就是休闲的时候可以有多一个兴趣 就是只要有劳保农保或余保的劳工 他只要符合这个资格就可以 就是有三年内有七万块 可以来使用这个职业训练课程的经费 除了提升这个生活的一个素质之外 他也希望说这些学员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以后再做一个文创也好 还是他的创业也好 对他们都有帮助 可以在二度就业上对他们也有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历历会强调植物是接地气的东西 可以让人与人之间和善 还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新唐耳台电视 廖立芬 台湾园林采访报道